西关节疼痛 筋硬 肿胀 变形 西关节病难道每个中年人都无法逃脱吗 中老年人要不得这个病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等关节完全磨坏了 没办法 就只能受复 战胜西关节病更科学的方法是什么 这种方案是国际公认的最新的专门 修复西关节炎肯定就好 杜丁安教授做个健康新天地 教您如何摆脱西关节炎的病痛折磨 健康新天地百病不求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康新天地 我是主持人崔岳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嘉宾 依然是非常受观众朋友喜爱的杜丁安老师 掌声欢迎杜老师的到来 杜丁安 世界中医药学会腾筒康复医学会副秘书长 中国医组会中老棉保健专业委员会首席健康顾问 最近啊我们栏目的热心观众吕阿姨打来电话 跟我们哭诉了她患病的痛苦 那今天呢吕阿姨来到无线场了 吕阿姨您好您什么情况 我呀我呀我这腿有好几十年了刚开始得的时候吧就发软 一走路吧,就像栽的,这俩腿还胳膊胳在响,这里的咕咚咚咚咚的,好像有脓似的, 拱得像个馒头似的,这腿。我就觉得这病吧,越来越厉害,下床都下不了,也走不了道。 医生说呀,这得做手术,得换关节,这腿能不能不做手术? 再说,我又没有这么大的经济条件,我今天带个片子来了。 董老师,您看吕阿姨这个得的是什么病啊? 从她表述的症状来判断,我们说是扁形的骨性的习惯性。 我们看,两侧的软骨都已经磨损了,腿呢,就是已经伸不直了。 这叫肌形,结果就是什么?不能限制,不能自由行动。 这怎么里面它会嘎巴嘎巴响呢? 我们的膝关节呀,是像周成一样,是这样发发的转。 靠的就是关节滑液,它就像润滑油一样,但是年龄一大, 关节滑液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就没有润滑油了。 软骨和软骨就会直接的磨,就会出现叹效症。 那听吕阿姨说,他要换关节。 那如果说这关节换了,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不会出现了,也不会疼了? 当时能改善,但是过几年磨平了,还得换。 而且每年你还要维护它。 比如说你不能运动,避免这个脱落,或者说甲体过度磨损等等。 而且这个费用也是特别高的,非常高。 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一发现有膝关节病的这个症状,千万不要脱。 要赶紧采取正确的措施解决。 如果非要等到严重的程度,非要等到手术,再要想康复,就很难了。 这个膝关节病太可怕了,可千万别得这个病。 但是我跟你说,中老年人要不得这个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场的每位老年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膝关节的问题。 为什么关节老化? 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于体内安航的减少,软骨所需的基础原料缺失。 膝关节逐渐老厚,引起疼痛、肿胀,不能行走,无法下蹲。 严重的必须要通过手术脂肪关节,需要提醒所有的中老年人高度重视。 究竟如何判断自己是否真的患有膝关节炎? 健康新平地,马上为您揭晓。 我们又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得了膝关节病呢?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第一,膝关节活动异常,有弹响声,而且有疼痛的症状。 第二,叫沉降。早晨起来就觉得腿僵硬,下不了膛,动不了。 必须得什么?揉一揉,垂一垂,活动活动,才能下地走。 第三,肿胀。 一旦出现膝关节的这个肿胀,就是磨损得很严重了。 会刺激的关节腔里面发炎,我们叫关节腔肌液。 怎么?就得上医院抽肌液。 这时候除了疼痛、肿胀,还会半提着叫局部着热感。 我们通常叫什么?同种热动关节变形。 继续拖下去,如果关节完全磨坏了,就得做关节止换手术。 这里我们也必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存在着膝关节疼痛、僵硬、肿胀的症状,蹲不下去或者上不了楼梯, 包括活动的时候关节有摩擦感或者咔嚓什么的话, 说明您已经有膝关节的老化和病病的问题了。 如果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关节畸形,甚至需要手术。 这个时候您不要再等待,赶快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身电话。 我们的老师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为您制定出一个准确的膝关节康复的解决方案, 帮助您解除膝关节病。 那杜老师,刚才您给我们介绍那么多, 那么得了膝关节病这么痛苦,通常会有哪些方法去解决呢? 我们现在有这么几种方法,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止痛药。 止痛药是既掩盖病情,而且什么,又损害肝肾。 第二个,肌肤。 我们叫什么,治标不治本。 长期用什么,骨质疏松,甚至骨骨不坏死。 第三个,外肤。 各种我们号称祖传的。 是。 什么绝密的,膏药。 有效的。 膜,贴。 越贴越膜,越肿,越来越不管事。 再有就是治疗。 像什么,热肤, 磁疗, 多苦乐,什么光照,等等。 这些方法能展示环境, 但就是什么,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那最后一点手术呢,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这愿望吗? 我们说手术, 其实主要就是讲什么叫关节致患术, 也就是患一个人造关节。 那这个应该好使了吧? 大家一定记住一点, 任何人工甲体做得再好, 你也不如我们人自己长它, 割掉的那个东西它就再也长不回来了。 而且手术是最后的补救方案。 关节致患以后, 这个甲体它也有可能会磨损, 甚至会脱落, 所以每年你还要维护它。 而且呢,不能跑,不能跳, 还不能剧烈的扭动, 不能负重,不能用力, 都怕什么,手术完了, 出现什么,失败的。 那照您这么一说, 难道就真的一点好的方法都没有了吗? 什么是好办法? 你必须得找到它最原始的根在哪, 找到根你才能找到解决的好办法。 你说什么? 西关节病的根到底在哪里? 其实都是因为骨头缺少了这种特别的营养物质。 就是这样, 关节疼痛, 跟在软骨。 西关节病, 说白了, 就是你这个西关节的软骨磨损了。 要向脉脱西关节病, 究竟有什么科学有效的方法? 这种方法可以让50岁的人有20岁的软骨, 60岁的人敢跑敢跳, 70岁的人就是爬香山, 登泰山也没有事。 那么, 磨坏的软骨可以能够修复, 软骨还能再生长, 关节可以恢复弹性。 那么, 西关节病就真的能够。 是什么方法能完美摆脱西关节病? 精彩继续。 通知, 通知, 可以向应国家去。 但是在软骨, 我们看, 这是西关节的解剖子。 嗯, 对。 那么, 在关节部位的骨骼上面, 其实都有一层, 就是这个紫色的骨骼骨的这个软骨, 包着的。 那么, 软骨之间还有关节滑叶。 有了这个滑叶的帮助, 我们说关节就可以少磨损。 是。 然后, 有了软骨, 它就能够减震, 减压, 膝关节才能够既承重, 还能弯曲。 包括, 如果说跑啊, 跳啊, 怎么啊, 也不会痛痛。 但是如果一旦这个滑叶少了, 其实都是因为骨头啊, 缺少了这种特别的营养物质。 啊, 就是这样啊, 软骨就会发生直接的摩擦。 嗯, 而且就会怎么, 越磨越薄。 如果磨破了, 磨没了, 就会变成硬骨和硬骨的直接挤压和疯狂。 硬碰硬的磨, 剧痛。 可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 他们自己觉得这个膝关节疼, 可能是因为生活当中着凉了, 受风了, 造成了。 和这个软骨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你说的这个, 受风啊, 着凉啊, 可以导致滑叶的减少, 或者是积业赠出。 啊, 包括, 当期的劳累, 負重, 啊, 剧烈的运动, 包括扭缩, 等等, 都可以导致这个什么, 软骨变化。 这叫什么, 外在诱因, 是标, 不是本, 软骨自身的这个, 老化。 叫做, 鞍基葡萄糖。 对。 又被叫做, 人体关节的粮食。 美国和欧洲的医学界啊, 甚至将鞍糖称为是, 既蛋白质, 脂肪, 糖, 维生素, 换物质之后, 人体必须的, 第六大, 生命要素。 对。 所有的, 我们说, 退行性的骨病, 那么像, 西关节病, 其实都是因为, 骨头啊, 缺少了这种, 特别的营养物质。 那就是, 骨头。 西关节病, 长期以来, 由于疼痛难忍, 难以根治, 被人们称为, 不死的癌症。 骨病的真正原因, 是什么呢? 全球医学界, 一直在进行, 无懈的研究。 1984年, 医学界获得重大突破,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John Hart教授, 发现了骨头的营养面试反应, 由此揭开了骨头缺失, 导致骨病的惊人真相。 骨头, 能够促进人体自身, 骨胶原的分泌, 促进关节膜, 对化验的分泌, 被形象的誉为, 骨头的粮食。 中年以后, 对着年龄的增大, 骨头会逐渐减少, 并不再生长。 正是由于体内骨头的减少, 软骨所需的基础原料缺失, 才最终导致骨关节, 出现了生理性的病变。 可以说, 软骨病变, 跟在安肠。 那么, 杜老师, 在补充安肠之后, 我们人体的膝关节, 会有哪些改善呢? 三个节奏。 第一, 消炎。 第二, 润滑。 第三什么? 生骨。 首先呢, 我们说, 安肠进入身体以后啊, 能够阻隔关节腔的炎症, 遏制肌液的这个增成。 这个, 我们讲, 就叫消炎。 随着安肠的持续补充, 关节腔里面肌液呢, 就被逐渐的吸收了, 膝盖不肿了, 滑液开始正常的分泌了, 膝盖之间怎么, 互相就不会干嘛, 就会这样。 疼痛就会怎么, 明显的减轻, 甚至是消失了。 这个, 我们讲, 就叫润滑。 刚才我们也说了, 是体内的安肠的减少, 软骨所需的这种基础材料怎么, 浴湿了, 才最终导致股关节出现了叫生理性的病变。 磨损了吗? 变薄了吗? 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第三步就是什么? 补足安肠让软骨再生, 来达到修复受损关节面的作用。 那么软骨长出来, 关节面怎么光滑了, 你就感觉不到疼痛了。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再拍片子, 就可以能够看到增生啊, 骨刺啊, 都会被这个软骨面怎么, 能够覆盖了, 甚至于就叫消失了。 我们说, 这叫什么? 生骨。 就这样三步来解决。 那这样得拨久啊, 能好得快吗? 要想达到第一步消炎, 和第二步的这个润滑, 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快的。 那么很多服用者, 不到一个月, 膝盖就不疼了。 但是啊, 记住, 生骨, 养骨, 它得有一个过程。 因为人呢, 35岁以后, 这个安藏就开始减少。 自身不制造, 不合成了。 到了六七十岁, 就消耗干净了。 所以, 如果要想补足, 已经亏了十几年, 甚至是几十年的安藏, 那, 必须得要有这么一个过程。 在临床上, 我们统计过, 其实有四到六个月的时间。 补充以后, 就会有一个很满意乏。 补充安藏, 对西关节病的效果究竟怎么样? 效果相当好。 健常观众王阿姨, 为何泪水连连, 又欣喜万分。 我说, 这回我可有救了。 我是来啊, 感谢杜老师来的。 安藏, 又给他们带来了, 怎样的惊喜。 这个有, 我讲连半个月, 昨天笑了, 也, 膝盖也不疼了。 我又简直啊, 吃了, 现在有半年了, 这个嘴是, 一点也不疼了。 精彩内容, 请继续收看。 通知, 通知, 未相应国家全民健康计划, 由健康芯片地栏目组, 联合北京工医药工程研究院, 在全国范围内推出, 五千万元道行康复援助活动, 针对五万名栏目观众, 发放价值四百元至连接纹的 安藏援助补贴, 和健康芯片地科普呼籍, 仅立即复发了。 通知, 通知, 随着这个量的积累, 你这个膝关节呢, 就会感觉越来越好。 好, 还有哪位朋友想和杜老师交流一下的。 杜老师, 我总于见到您了。 我就是, 以前啊, 好几年了, 就这个腿管节腌呢, 非常严重。 这, 总的这腿啊, 就跟俩大蛮弄在的。 走道走不了, 我走几步就蹭着, 不行, 我就得坐那儿歇会儿。 后来, 我这听人家说呀, 说这个, 安藏, 可以治这个管节腌。 我要买点赤吧, 赤的有, 讲进半个月, 总也笑了, 也, 乞盖也不疼了。 我又减肢啊, 吃了, 现在有半年了, 这个腿一点也不疼了。 您不行, 我给您走两步, 您瞧瞧。 您慢一点。 哎呀, 那真不错。 您往下蹲呢? 不, 没事。 哎呀, 那太好了, 太好了, 来, 您回去坐下, 要不是, 这安藏那么好啊, 劲儿个, 我想见您了, 也来不了。 是的, 刘阿姨您看见了吧, 就是, 呃, 今天呢, 我想您肯定找到 合适的方法了, 下一次, 您可能就不是 坐在轮椅上来了, 您就真的能 自己走着来了。 嗯, 我今天来呀, 嗯, 特别激动, 我好, 找着个安藏, 吃我的腿了, 说实在的, 我这痛苦的, 我都, 都没, 心里不来, 这么难受。 这个, 有一个好方法, 一定要有信心, 好不好? 我一定有信心。 通知, 通知, 我已经令国家全民健康计划, 有健康计划。 您肯定液就又会少, 摩擦就又会增大, 所以呢, 你的关节就又会发生疼痛。 所以, 你说应该怎么办? 哦, 我听到说, 没有错, 哎, 对的, 所以说呢, 很多人, 我们说, 都知道说, 胰岛素, 对糖尿病人来说, 你要用了就得要坚持打,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安糖也是一样, 需要坚持, 而且坚持用, 防止膝关节这个病, 再次复发, 好不好? 好的, 我们有请老伯, 为我们接通下一位热心观众的电话, 喂, 您好, 这位朋友, 喂,您好, 您好, 您好, 能听到吗? 能听到, 您请讲。 我呀, 我有糖尿病, 我靠走路锻炼, 可是我的嘴巴一走路就疼, 咱们用的脚活, 诶呀, 可能把这些笼吵了就, 要哪间的节目以后, 就慈慧了安藏? 只有一个多月, 嘴基本上就不太疼了, 就像也能到遂了, 感觉了挺好, 好点先去世, 但是我看能够禄講我的解藏, 我想后面邹老师怎么办? 像你这样的情况 很多糖尿病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再次的强调一下 安糖不是六汗的葡萄糖 它不参与我们胰岛素的代谢和吸收 所以有糖尿病的人群 有关节炎的话 一样可以正常的服用 完全不用担心 你去先使用吧 好的 通知通知 会向你国家全民健康